醫院看診病患人來人往 掛號令藥大排長龍 台大醫院號稱我國最頂尖 不過今年這龍頭卻被奪走 台大醫院2023國際評比 還有249名 不過2024卻跌出榜外 另外也不再是國內冠軍 2024同樣由台北榮總醫院 登上第一名寶座 很多人都要來台大 還拜託朋友過 真的有時候等很久 當然醫生也有時候很好 有的醫生就不一定 大部分都會去打聽 根據新聞中刊評分 榮總今年奪得93.4分 而台大則是93.28分 其中40%由本國院外醫師打分 5%則是由國外醫師評分 兩者落差不大 台大卻被甩在後頭 傳出北加州台大校友會群組 出現批評母校醫院 服務不佳聲浪 有人說台大曾對 中風離癌的母親表示 活到這個歲數也夠了吧 還有人聲音沙啞 身帶出現 無法說話求醫時保持微笑 竟還被問你還笑得出來 國內最頂尖醫院換人當 台大問題到底出在哪 那護病比其實在所有的醫學中心 台大是名列前保 差別的其實可能是5%的 國外的這個同彩的評比 我們的健保的幾乎 沒有特別的增加 那點值反而會更降低嘛 可能也沒辦法永續經營 病患醫務風湧進大醫院 品質空也跟著打折 但排名只是參考 每個人都有心目中的最佳醫院 這裡請陳宣 台北報導